大家好 我是臭小伟 今天我们来试吃一款很多小伙伴强烈推荐的 21型的牛肉火锅军用罐头 毛特别大一罐有没有 它的进含量足足有三斤 非常的硬核 里面有牛肉骨头汤 竹笋 鹌鹑蛋 肉丸子 木耳 还有海带 配料特别的丰富 售价只要79块9 这个价格 这个吨位 这个配料 无论怎么看 今天都不可能再学亏老国王了吧 不能够了吧 抱歉 今天可能又要让大家失望了 还是不要高兴太早 我们赶紧打开开一开 这罐头好结实啊 打不开啊 需要大家点个赞才能打开啊 好的好的 大家的支持的 我已经收到了 现在我浑身出满力量 我们赶紧开吧 开门红啊 里面看起来特别的红 应该就是那个火锅底料 反正就那种红油嘛 这罐头真的装的是贼买啊 都快溢出来了 闻上去呢还是挺香的 就是现在它这个样子 看上去呢不太好 没有食欲 我们给它加热一下 我们直接把这个罐头 架在炉子上给它加热 简单粗暴 而且等会还不用洗锅了 方便 好的 我们先让它慢慢的加热 我的天 这个肉真的是超级的多 太良心了吧 整个火锅呢 看起来特别的红 很油的样子 我们现在整一块这个牛肉 尝一尝哈 还是蛮诱人的呀 这个牛肉吃起来呢 是相当的内啊 入口即化相对一拼 用低情商的话来说呢 就是煮的太烂了 没有嚼透 它这种罐头肉呢 都是这样炖的都特别的烂 所幸它的味道呢 还算是比较不错的 从这个肉的口感 味道上面就能尝得出来啊 这头牛生前一定特别狂 属于那种特别狂躁的公牛 不要问我是怎么尝出来的 我也不知道 目前为止呢 我觉得最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它太油腻了 吃起来太油腻了 而且味道呢 是比较重的 看着大块的牛肉 我的天 真的是下血本了 这个火锅呢 还是蛮辣的 对于我来说 算是一个微辣偏上的一个辣度吧 这木耳这么大一片吗 我天 这也太粗暴了吧 直接整这么大一块 我还以为啥玩意呢 我天 它跟猪耳朵都快一样大了 木耳呢 吃起来特别的软 没有太多那种脆的感觉了 竹笋呢 也不是很脆的 我觉得它这种整体吃下来的感觉就很像那种刺热火锅 无论是里面菜的口感还是它这个味道 真的就特别像那种刺热火锅 简直一毛一样啊 我这罐是不是忘给我装肉丸子了 我真的都没有翻到啊 这有 我刚准备说它坑的 它就出来了 这真的是求生欲太强了 这个肉丸子的肉含量呢 还是挺高的 吃起来特别的香 软乎乎的 软嫩嫩 它这个肉丸子就是肥肉放的比较多 吃起来呢还是稍微有点腻的 不过就是香啊 很蠢蛋 它的表皮特别脆 咬下去呢有一种爆浆的感觉 那个蛋黄直接爆出来了 有点意思 带啥玩意的都不是太好吃 就肉不错 吃的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加着自己喜欢的蔬菜进去 给它涮一涮 这锅还是太小啊 不太好涮 勉强也能塞得下 吃蔬菜身体好啊 菠菜随便烫一烫就可以吃了 甜丝丝的带着些许的色 脆爽可口 菠菜呢烫起来吃特别棒 它这个根特别的甜 这个汤底配菠菜太好吃了 再来点 多来点多来点 嗯 ok吃饱喝足 接下来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下总结 首先呢 我血亏老国王今天没有血亏 非常的对不起大家 呵呵呵 这怎么看都不血亏啊 其实9块9的售价 净含量3斤 里面的肉还超级多 整体的味道呢也还不错 香香辣啊的 就是吃起来呢 稍微有点油腻 不过也没有半碗火锅嘛 然后就是里面的素菜啊 味道确实不太好 就跟那种自作火锅里面的那种一样 吃起来不是很好吃 这罐的保守估计 最少够两个人吃 如果你再自备一些菜的话 三个人都没有问题啊 可以说这性价比超高 okok总结完毕 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先到这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可以给我点个赞呀 感谢支持我们下期见 拜拜